瑞穗客鼠会久久重阳节庆祝活动 今天在乡公所前的广场热烈展开了 而乡长吴万德清零颁发重阳礼金之外 客鼠会也特别准备包括牛问饼 咸甜汤圆等客家传统的甜点 现场还有累茶DIY制作 令众人大饱口福 客家歌谣飘散开来 为瑞穗客室会久久敬老重阳节庆祝活动揭开序幕 而一旁婆婆妈妈姐妹们则是展现好手艺 搓汤圆 手面 牛温水 分别烹煮了咸汤圆以及黑糖姜汁牛温水 让现场民众食指大动 客家话叫炉汤漆 它叫做牛温水了 我搓好几个小时了 搓到会三个小时了咧 我开心了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这个好吃 此外道地的客家传统美食 当然少不了这一位客家雷茶DIY体验 以瑞穗在地的绿茶为食材 依序加入芝麻花生以及九成塔 研磨成粉 再以开水搅拌后 不论是甜的红豆爆米香食材 还是加入豆干菜脯变成咸雷茶 满满的传统客家美食令众人士大饱口福 堪称是瑞穗香之声社团的瑞穗香客属分会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会员人数将近两百多人 今天客属会特别借着重阳节庆祝活动 发扬客家的传统饮食文化与大家分享同乐 那最主要是我们要让我们所有会员 在一年一度我们要过一个很快乐 很幸福的重阳节敬老 而且发放重阳礼金 因为重阳节我们还是要感谢 豆花节旗他们都回到位置 我们的主席跟副主席 跟所有的代表 因为我们一些的案子 就像我们的重阳礼金 我们三百一变五百 一千变一千二 都一直往上调 瑞穗客属会致力于推广客家传统文化 同时借着这一次重阳节庆祝活动 发扬客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之外 也进行了一系列趣味竞赛 让长者们活动筋骨彼此交流情谊 记得是越南瑞穗采访报导